欢迎回到一年又一年特别节目 张艺王您继续陪您看车 刚才我们已经预告了 在这个时段我们将请进 大家非常喜欢的嘉宾 用四个字来形容 美上加美 春色满园 介绍一下五位嘉宾 大家好 我们是欢乐送 Ig5女子天团 俗称五美 这么快就变成天团了 那必须都得会跳各种舞 这应该都是你们的擅长 看看你们在那个春晚现场的表现 现在已经有维护 郝姐好漂亮 这人是吗 俊凯 奖心 他们说我的状态特别像 少儿节目主持人 杨德华菲跌到一块 看看 紫文 紫文姐表现像大约 走 走 走你 这边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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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一眼 现在潮心和杨子 然后一会儿继续 这个顺序又来了一遍 你们的特写 真的漂亮 今年的开场节目 我觉得特别扬眼 我们五美 加上刚才那三个帅哥 出演开场节目 有什么特别的感受呢 刘涛 确实 其实是有一定的压力的 因为我们要的是一个气氛 要告诉大家 过年了 春晚开始了 没错 把这些全部都搬好 要做好 要看节目了 那种 就有一种像冯公老师 出场的那种感觉 想死了 对 想死你们了 上来就得把喜庆 先带给大家 你们怎么调整自己的情绪 让自己先开起来 每次这个节目下来以后 每天都 不停地要摁脸 因为脸已经笑僵了 从开始就一直笑得尾 那这个节目 何的时间呢 因为我们这个节目 基本上每次彩排完以后 回来都说 可不可以再开心一点 好啊 每次要求我们 能不能再开心一点 在这个战断舞台上 当中你们眼前 会浮现什么样的画面吗 爸爸妈妈在家看 所以实际上笑给他们看的是吧 就是笑给成果观众看 对 全家万户都在看着我们的 对 其实这个磨合的时间 我不知道 就是不是像电视剧磨合那样 那么艰难 其实开场节目 第一次看你们一块唱歌 开场节目是很难的 因为什么 它涉及到广大的群体 和各种技术的配合 我参加过一次春晚的开场节目 当时是央视 就是几十个主播 当然那届开场节目 你唱歌是吧 对唱歌 那届是央视春晚开场节目 颜值最低的一届 你们是颜值最高的一届 就是我们进行了九次采排 真的是 因为涉及到人太多了 就是相配合那种场面 关节太多了 所以真的是很幸福 没错 你们磨合困难吗 我们有不止九次 我记得 不止九次是吧 从十五号到昨天 基本上每天都采 隔一天一次是吧 后来是从二十号以后 十九号以后每天都采 再以后少一天 这个过程当中出现过什么样的困难吗 我觉得还好啊 大家 因为我们不是第一次上台唱歌 我们唱过 其实我们有一个困难 就是那个调太高 对对对 这个真是 我们刚才人听这首歌的时候就觉得 哇塞 这个调好高啊 我们每个人都要录一遍 完整地从头录到尾 到最后都拔不起来了 这需要在自己回家 做什么样的训练吗 练习自己的假声 真是是唱不上去的 真的 对 我自己瞧 是来那个录音棚 他的能讲调吗 我特紧张 因为我就一听到 我说太高了 我说怎么办 我就发来群里问姐姐 我说姐姐们都能唱上去 都能唱上去 然后大家都说高 我心里说 看来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觉得 然后我就想怎么办 我在洗澡的时候也唱 然后干嘛的时候都唱 后来子文姐在录音 正好我在她后面 我一听 我说假音练得也不错 我说我一定得努力 然后我们就 她在里面唱 我就跟她竖大拇指 她就接着在录 其实大家都在鼓励彼此 其实在这个现场演出的时候 完全看不出来 你们在使劲 觉得好像特别轻描淡写 就从你们的这个 喉咙里面飞出来了 这些音 看来这个努力还是有效果 对对对 看着讲到那个节目 你们背后有这么多用心 我们基本上 每遍彩排的时候 嗓子都基本上快哑了 都是吼上去的 对 吼上去 特别 本来还有 我毛做还有一个变调 那个变调更高 最后就 我觉得已经可以 朝我们歌唱发展一下 我也是 手都得这样 以后有没有这个计划 就是朝歌唱方面发展一下 对 你知道刘涛 天团了 准备以天团的形式出现 你带他们去走去了 好 就这样了 又坐了一条路 这是抢了多少人的饭碗 这不好 但是咱们挨个来说说 大家各自 个人的计划 对 2017年和2016年 我们聊聊 这时间过得真快 其实去年春晚的时候 蒋新和刘涛来过 也是这个演播室 对 这转眼一年就过去了 而且他们那天 当时都穿的蓝色 今天都穿的红色 是吗 你记得这么清楚 我记得特别清楚 对对对 我们俩穿的都是蓝色 当时你演一个新强姑娘 我印象中 回族姑娘 回族姑娘 对 讲一讲去年有什么收获 2017年有什么计划 去年收获就是欢乐颂播出 我们 当时还没有天团这样一个组织了 对对对 我们成立了女子天团 对2016我们成立了女子天团 2017请看我们的精彩表现 因为还有欢乐颂 天团准备再度出击是这样 对对对 哇这次的火力猛进 对 看看我们大庭上有一张照片 向刘涛看一眼 因为他会比较有感觉 这是你家贴的春帘 对对对 这谁写的呀 我们家女儿和儿子写的 这个他们都认识这上面字了 每个字都认识了 不一定 其实也是我们照着这个春帘上面 给他们看 然后他就照着上面写 因为他们练书法练了有一段时间了 但是你可以在培养他们去练书法吗 有 练什么 让他们练书法 而不是去唱歌跳舞 书法不好啊 练书法 因为要继承输过传统文化 对 我就想让她说出来 你不要想字 因为下次也写得漂亮 然后你也能够认识更多的传统文化 那这个福春帘现在就贴到家里面 对对对 其实姐姐的那个贴在 在大门上了 但是我在想 别人家里什么门都让人看了 所以就没发出来 真的开心了 祝福你 也祝福家人 谢谢 今天吉祥 谢谢 他们写就是那个 练书法 他们也练一些水墨画 就练画画和书法 是要一起学的 所以你看 就就着 因为妈妈 就曾经演过 山水中国美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更美了 蒋馨 你也来看一张图吧 这张图你肯定 他看着之后就会笑 这是我在你的微博当中 找到的 说这样是不是会 特别显小 不是指的年龄 是指的个头 就是开玩笑 我自黑惯了 对 因为之前跟蒋馨 做面对面的时候 聊过 就是要 自黑其实是 她自己的一种性格 而她从来都不演示 那今天车马 在这个过程当中 如果说 你要用一种自黑 你有没有想什么办法 今天 去年你是表情包 去年是学那个松猴 我记得是随着松猴 表情包 也是表情包 猴子的表情包 今年呢 你准备给我们准备 什么表情包 我们特写都准备好了 没有 今年是要美美的 每年都不一样 也许明年又变成表情包 那你美美的让我们看一下 我这样就很美啊 你又无嘴 17年有什么打算 有什么计划 希望自己能有一段时间 可以休息 可以陪陪父母 陪他们出去走一走 希望很渺茫 太忙了 你看 涛姐说了一句实在话 她去年过年就在工作 今年过年又要工作 奖心呢 她就是去年来 这种好啊 这种好 这种没那么 打一个成语 打什么成语啊 将心比心啊 将心比心 我叫将心啊 我比心啊 比心 将心比心啊 对 一定要让这个表情包红起来 今天 就是一年又一年 一定可以把这个又推出来 是他们天团的一个代言人 今天就是下了节目之后 你就又飞走啊 今天可以回去陪爸妈吃饭 太难得了 紫文 紫文不要装得很深沉的样子 我知道你不是这样的 17年 我也希望能有时间 休息一段时间 然后更希望 欢乐颂第二部 能够摄视率很好 让大家接着喜欢 好深沉 对啊 我觉得好像天团能跟火 好像节目要结束了的样子 那这是谁发的微博 紫文姐 对吧 我们都发了吧 紫文姐发的 这个很牛的戏要杀青 哦 这是我的 我的 你的 这很牛的戏 你指的什么 你指的什么 是不是会对剧本特别挑剔 很早就会看 你是欢乐颂吗 所有的戏 都包括 那对啊 接一个戏之前 我们都会看这个戏 会特别挑吗 反正肯定是要接一个 自己喜欢的戏吧 就这个角色 你喜欢他 2017年呢 有你 特别想挑到的 那个戏吗 我想 我2017年特别想演一个古装戏 但现在还没有 没有遇到一个特别喜欢的 苏大鸡拍的太多了 因为我老演现代戏 所以 像这两个 还有曹姐 都是古装戏的 领军人物 我要向他们看齐 我也好多年没拍古装戏了 因为我也没拍几个古装戏 也别拍了 大家穿越回古代 就穿越回古代之后 可能女子的这个心绪会不太一样 会有很多梦想要实现 杨子要是扮成古装 我不能想象啊 就至少她现在在我面前的时候 很美哦 华妃都说你美了 那你很危险啊 在宫里 怎么古装戏变成这样了呢 小时候 这是杨子小时候的照片 好可爱 小的时候还真是 也是威胖界的一员呢 我现在其实也是威胖界的一员 这是女大十八变 太多变化 杨子有什么计划 在17年 我17年好像也没有什么计划 就是因为我觉得计划赶不上变化 就是因为你也没有办法说 你一年安排 我这拍什么 下半年拍什么 因为戏毕竟我不是老板 不是我投的 就是我还得去看 有好的剧本 有喜欢的人再去拍吧 希望那个 定一个小目标 希望大目标 希望明年春晚的时候还能来 然后跟姐妹们再来 好 娘子不要随性 乔 一个小小的愿望 是可以接到跟观光反差很大的角色 其实我也是 好像听说翻了搜2里面 乔新的变化是最大的 是吧 好 一下就蜕变了 几位已经让观众对这个新气充满期待 是吧 咱五月份见 好 再次感谢各位参与我们的春晚 而且大家已经签了新年课卡 刚才我说了 所有参与我们节目的朋友 都有可能有机会抽到这样的课卡 再次谢谢你们 祝福你们 也祝福家人 谢谢 过年好 过年好 谢谢 好